有一种惨无人道的刑罚叫做石刑 将罪人的半身埋在土里 由全村的村民用石头将罪人活活砸死 每砸出一块石头 就可以洗脱一丝罪孽 而这个女人到底是为什么会被处以实刑 来看看这部由真实事件还原的电影 索拉雅不是第一次挨打了 在这个愚昧的地区 女人的地位等同于一件为男人和家庭服务的工具 但这次丈夫的拳脚向家是有目的的 她看上了一个14岁的姑娘 所以她要赶走这个女人 而索拉雅明白 离了婚 她的女儿就会饿死 因为丈夫只会抚养儿子 他们爆发了争吵 但她的儿子竟然斥责母亲不配跟父亲顶嘴 索拉雅失望至极 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来到了姑妈家 她对这样的伤痛早就习以为常 而丈夫找到了村中的牧师 她知道在无知的村民眼里 牧师的话就是神的旨意 丈夫是城里的狱警 她在监狱里见过这位牧师 面对丈夫的威胁 牧师答应配合丈夫给索拉雅安上通奸的罪名 这样的话 丈夫还可以不用分出去任何财产 但牧师说服了丈夫 她先尝试去说服索拉雅正常离婚 告诉她离婚后也不用为养孩子发愁 因为她可以当牧师的小妾 索拉雅拒绝了 从小就对神保证真洁的女人 怎么可以这么不知廉耻 但丈夫的毒计才刚刚开始 修车店老板的妻子去世了 村长提议让索拉雅在老板出门赚钱的时候 来照顾老板的傻儿子 这样可以让她有一份微薄收入 而这郑重丈夫下怀 一场以神为名的罪恶阴谋正式展开 索拉雅小心翼翼地剪开裙子上的暗斗 将一叠钱从里面拿出来 让姑妈帮她好好保管 因为这是她脱离丈夫的资本 脱离了丈夫的阴霾 索拉雅的心情非常好 这些飞翔的鸟儿 像是预言着她即将走向自由 连对人说话 她都带着几分笑意 但远处的丈夫将这一切都尽收眼底 她告诉牧师可以提出索拉雅通奸了 牧师的良知还在 最后丈夫制定了后续的计划 于是第二天村里就传出了 有关索拉雅的风言风语 说她跟老板不清不楚 接下来由丈夫做证人指责索拉雅的不忠 而牧师提议村长启动对索拉雅的审判 但村长知道这对索拉雅意味着什么 已必须由两个证人为由拒绝了牧师 随后又赶紧告诉了索拉雅的姑妈 但索拉雅对姑妈的圈戒根本不放在心上 没什么比赚钱离开丈夫更重要 另一边丈夫和牧师找到了老板 但老板不想害死无辜的索拉雅 他没有选择说谎 但老实人注定不会好过 他们再次找到老板 牧师给了他的傻儿子一颗糖 老板明白 一旦傻儿子被诱惑了点头成为证人 那他将要和索拉雅一起被处刑 更重要的是 从此他的傻儿子将无依无靠 老板被迫同意了 这一句话彻底决定了索拉雅的命运 事后老板不停地祈求神的宽恕 但是这有什么用呢 神遭遇被凡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丈夫当街殴打着妻子 他大声告诉众人索拉雅的水性洋花 面对丈夫的诬陷 索拉雅根本无力辩解 但没有人在乎这个可怜的女人说什么 全村的男人们就这么敲定了索拉雅的罪行 而看守索拉雅的女人们也穿上了黑纱 接下来的审判更像是一场闹剧 那个将年用索拉雅卖去做苦力的父亲出现了 他义正言辞地宣布断绝妇女关系 以表对神的忠心 一声枪响 宣布进入行刑倒计时 姑妈想带着索拉雅逃跑 但门口早已被带枪的民兵堵住 索拉雅无奈接受了这样的命运 孩子们快乐地捡起带棱角的石头 村民挖好了坑 牧师在修整仪容 好迎接村子被神原谅的时刻到来 索拉雅对孩子们做完最后的告别 然后走向刑场 四周都是高举拳头大声货骂的男人 好像这个女人十恶不赦 但更荒诞的是 村里请来了戏班子 庆祝他们将要洗清罪孽 父亲扔了第一块石头 没有打中 可丈夫没有任何怜悯 一块用一块的石头 终于让索拉雅失声痛哭 当她的孩子也被叫做扔出了石头 她的心终于死了 村民们毫不手软 这一刻仿佛他们在替天醒道 当神拳大于律法 特权凌驾规则之上 就会发生索拉雅被活活砸死 这样的荒诞事情 晚上 整个村庄因为对这个女人 施语急行彻夜狂欢 而故事的主角索拉雅 只有一张九岁时的照片留了下来 这个故事被姑妈告诉了一位记者 才得以让世界知道 而石形虽然被国际上强烈抵制 但是在中东某些地区 还是在偷偷延续 其中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女性 愿恶俗陋习永不见天日 下期再见